治疮外脂肉球怎么消除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朝阳 西安市中医医院钢肠科副主任医师 治疮这一块的外脂有内脂外脂 外脂主要是以疼痛 外脂这个如果是一个急性期 就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 前两天吃这个麻辣火锅了 喝酒了 还突然长了一个小疙瘩 医生诊断了以后 也是一个急性充血的 或者一个急性的血栓神治疮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 清淡饮食 通过休息就可以让它改善或者消除 但如果这个疙瘩已经发作了 好长时间了 或者一段时间了 有这个血栓了以后激化了 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需要手术 当然如果我们长时间的 几十年的形成的那种 截替性的治疮外脂 那要让它消除用药是没有效果的 可能都得需要一些微疮的一些小手术 把它去除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